同类相识,无性欲,暴力,社会已经崩溃,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972年,约翰·卡尔虹详细描述了专门在实验室里为老鼠所建造的乌托邦模型。 这个模型被称为25号宇宙。 它的设计完全满足了老鼠生存的理想状态,延长了它们的寿命,并允许它们自由交配。 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水和筑巢材料,还有人为它们定期清理空间。 在那里,它们没有天敌,且温度适宜,宛若天堂是吧,又或许不是。 第一天,四对健康的小老鼠便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精心繁殖的群体中,被精挑细选地搬进了这个模型里。 这些小老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熟悉这个新世界,然后它们开始繁衍生息,输口数量呈指数增长,达到了每55天翻一翻的速度。 这是天堂里最美好的时光。 315天过去了,25号宇宙里住着600多只老鼠。 它们在楼梯间里挤在一起吃饭、喝水、睡觉。 输口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新生代的老鼠发现自己出生在一个老鼠数量远超有意义的社会角色的世界里。 而且,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熊性老鼠不得不需要面对很多竞争者。 许多老鼠觉得压力太大,于是选择放弃。 正常的社会交往出现了问题,老鼠们丧失了形成社会联系的能力。 那些单独的雌性老鼠会撤退到阁楼上独立的朝乡里。 而其他的雄性老鼠,一个被卡尔宏称为美丽的老鼠的群体, 它们不再寻求配偶,也从不打斗。 它们就只是吃饭、睡觉和梳妆打扮,沉浸在自我欣赏中。 在其他地方,同类相识,无性欲,甚至暴力现象开始出现,并变得非常普遍。 老鼠的社会系统崩溃了。 在第560天,老鼠的种群数量达到2200只的峰值。 只有少数老鼠在断奶后存活到第600天, 但之后鲜有怀孕的老鼠,且没有幼鼠能够存活下来。 由于老鼠种群已经停止了自我繁衍, 它们最终开始走向灭绝。 这些老鼠已经失去了恢复其数量的能力, 尽管很多老鼠仍然可以受孕, 如美丽的老鼠,以及与之对应的孤立单身雌性, 但它们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社交能力。 老鼠种群的最后一次受孕是在第920天, 而最后一只老鼠死于1973年5月23日, 也就是种群入住后的4年零10个月时。 卡尔宏后来说, 这些老鼠实际上已经死了两次, 第一次死亡是指它们的精神和社会, 第二次死亡则是指它们肉体真正的死亡。 这并不是这位动物行为学家第一次为老鼠建造乌托邦世界。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 卡尔宏一直在为大鼠和小鼠创造乌托邦式的环境, 然而结果都是一致的。 人口过剩导致暴力行为激增和性行为失控, 其后则是无性欲, 自我毁灭, 以及走向灭绝。 在他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人口密度与社会病理学》中, 卡尔宏总结道, 无论人类世界多么精密, 一旦能够填补社会角色的个体数量, 远远超过这些角色的数量, 整个社会只会随之陷入暴力和混乱。 然后, 他提到了一种他称之为行为沉沦的现象。 行为沉沦, 指的是我们想要与他人共处, 习惯性的追求与他人接近, 并且想要融入到人群中的欲望, 尽管这可能会引发冲突。 根据卡尔宏的知名研究, 社会科学家们开始呼吁限制生育, 视其为应对全球人口增长的唯一办法。 卡尔宏本人则对我们的未来更加豁达。 他认为, 随着我们物质空间的萎缩, 我们不得不拓展概念空间, 即那些由思想和技术所构建的网络。 在其职业生涯的晚期, 他开始探索潜在的解决方案, 并致力于构建创造性宇宙的概念, 目的是降低人口过密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人口过密真的对人类构成威胁, 还是仅仅影响孽齿动物? 如果真的有影响, 我们又如何保护人类的心灵? 在人群密集的地方, 避免眼神接触是一种方式。 但是, 这就够了吗?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25号宇宙, 及其在文化上的影响, 请阅读埃德蒙拉姆斯登和乔恩亚当斯的论文。 你可以在下方的描述中找到相关的链接。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工作, 请登陆patreon.com Spros加入我们。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和获取更多内容, 请访问 Sproscoes.com